下午准备开始做饭 但是我已经撕好了蘑菇 一会儿焯一下 今天晚上就是炒一个蘑菇 然后再串一个丸子 大餐了 今天是 这是你批的材货 是我捡出来的 这咋烧了 这大木头哥的 这好 三斤去才怪 点着火了 不知道能不能着 屋里太烟了 烧好火 把这个蘑菇给焯一下了 焯好的这个蘑菇给它剁成馅 然后拌到面粉里头 熬完粥就开始炸了 小米粥 熬点粥 然后一会儿炸丸子 它是炸丸子 头一次吃这个丸子 但是这个大锅不好控制火猴 不知道能不能行 先试试吧 这个你看熟了吗 这得看里边 你得掰开 你掰开里尝尝 小心烫 你看熟了 我就这锅大 把它下锅就整小了 尝尝咸袋 大不好熟是吧 太大了 这个就是整大了 这个大勺穿的 完了大了 这里面还生着呢 生的 你得跟着再炸着呗 下一锅整小了 这锅太大 都熟了吧 确定都熟了 熟了 刚才稍微差点 这会儿都行了 颜色都行了 炸两边的 这个 对 复炸一家的 那咋不羊色呢 这个色 咱第一遍炸的点重 第二遍这个色 第二遍炸的点轻 不是一锅子 你没躲呢 蘑菇 炒菜呀 不吃菜到晚上 还炒一个 炸一个丸子 炒一个菜 那些蘑菇不多不多 炒菜 不多 又炒了一个蘑菇 出锅 晚饭 晚饭熬了一个小米粥 然后炒了一个野生蘑菇 这个蘑菇特别鲜 这次我就放了盐 然后别的就重调料没有放 还炒 还炸了一个丸子 野生蘑菇的丸子 一会儿我尝一下了 尝一下这个丸子 很焦 这个是外酥里嫩 就二次复炸一下 完全外酥里嫩 比纸炸的一遍要好吃